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差不多一个多月尝试做过的一些穿搭 因为今天的单品比较多 所以就赶快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好 第一套呢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搭配 上衣是一件这种绿色条纹的T恤 它的版型啊 还有剪裁设计呢 都是比较偏宽松一点的 然后在肩膀的这个位置是一个落肩的设计 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条纹的图案 最近也尝试了很多条纹类的单品 那这件呢 它是棕色白色 然后绿色搭配起来的一个条纹图案 材质的手感非常好 很柔软 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它是那种毛衣 然后针织衫的一个面料会比较热 衣服呢也比较偏薄一些 所以其实不会很热 在下面呢 我搭配了一条这种浅蓝色的牛仔裤 这条裤子还挺特别的 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设计是这种不规则不对称的一个设计 然后在腰部呢 有这样的一个错位 我觉得这样会让夏季很日常的一些穿搭呢 比如说T恤啊衬衫就会变得比较有特点一些 而且它的这个面料呢也是用比较软的那种牛仔裤做的非常的舒服 鞋子的话我搭配的是一双黑色的两鞋 其实在之前很多的搭配中都已经见过了 它是这种今年很流行的细袋 然后夹脚的一个款式 根不算很高 差不多5厘米左右 说实话像这种比较细的绑袋设计呢 它其实会有一个修饰的作用 就是会显得脚比较修长一些 比较瘦 但是从舒适度的角度来讲是不推荐的 假说走路不多的话 比如说一两个小时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待到五六个小时 肯定是不行的 脚会比较疼 包包的话呢我搭配了华伦天奴的这一只棕色的包包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只包 它的包形有一点像盒子包的 比较常见 但是它在翻盖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夸张的金属材质的logo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让这个包比较有记忆点 而且这个细节设计我觉得 其实它并没有让这个包变得那么不日常 反而会有一些帅气的感觉 颜色也是比较百搭 到了冬季搭配一些大衣啊 我觉得会比较好看 接下来呢是比较适合上班族穿的一套棕色的西装套装 上面的这一件西装外套它其实就是一个短袖的blazer 不管是它的面料还有版型设计 其实我觉得跟普通的西装外套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做成了短袖 然后它的质感非常的好 是这种比较有质感的西装的一个面料 而且材质的表面呢也会有一定的光泽度 在肩膀这里呢是有做一个这种有一点厚度的这种垫肩的设计 那跟这一件西装外套配套在一起的呢 还有一条棕色的短裤 其实这一条西装裤不管是它的材质啊 面料 其实跟上面的这一件西装呢都是一样的 那这两件单品我都非常的喜欢 如果是搭配在一起的话呢 就是比较偏职业穿搭 但是如果把它们分开各自去搭配其他的单品呢 也是比较百搭的 里面的话呢 我搭配了一件这种鞋尖的背心 其实今年还挺流行这种类似款式的 像抹胸啊 还有那种露肩的小背心 这一件呢 因为它是一个这种单肩的一个款式 所以我感觉如果是把它当一个内大来穿的话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我买的这一件它的码数实在是太大了 不是那么的贴身 所以如果是码数刚好合身的话 我觉得它的利用率会更高一些 如果是上半身比较纤细 然后比较瘦的同学呢 其实也可以单穿 我觉得它单穿的话 其实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会比较性感一些 好 包包的话呢 我搭配了这一只Chloe的mini的TES 我当时买这个包呢 是觉得它特别的mini 非常的可爱 然后颜色呢 也是这种黑金配色的 在夏季比较百搭一些 其实这一只包包我之前也做过几次搭配了 真的都非常喜欢 它的容量就真的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出门带的那种卡包来用 然后里面还可以放口红 它的肩带呢 是比较偏细的这种 然后在一侧呢 是可以调节它的这个长度的 这一点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你就可以把它调节到 就是腰部以上的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会显得比例比较好 下面一套呢 是比较偏休闲的一套穿搭 上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衬衫 主要是觉得它的配色非常的好看 是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这种扎染的单品 然后上面是绿色 棕色 还有蓝色扎染的图案 它的款式和剪裁是比较宽松的 然后它的材质的话呢 是人造丝的 会有一些冰冰凉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季 大家如果是穿的时候比较习惯去打结 但是又担心它会翘起来的话呢 其实可以把它衣服的一个脚 然后这样子塞到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看起来会比较利索一些 下半身的话呢 就可以搭配比较休闲的牛仔裤啊 或者是休闲的长裤 今天我给它搭配了一条亚麻的短裤 这条裤子也挺舒服的 而且也非常的百搭 其实我自己在家里呢 也会把这条裤子当一个家居库来穿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舒服 好 在第四条穿搭里面呢 我搭配了一件这种黄色的吊带背心 那这件背心呢 它也是来自一个比较偏法风的品牌 他们家的衣服的风格呢 都会比较偏成熟女性 然后有一点性感的感觉 然后这件吊带背心 它在硬色上还挺火的 它的设计也比较有特点 像肩带呢 是用这种珍珠的元素做的 看起来会比较优雅一些 而且质感也非常好 材质是全面珍织的 会比较厚实 鞋子的话 我搭配了ZARA的这一双白色的凉鞋 也是性价比比较好的一双凉鞋 那在之前的穿搭中呢 应该也搭配过好多次了 走路非常的好走 虽然说它的款式也是这种交叉袋的 但是这个呢 它的这个袋子是管状的 会比较粗一些 不是那种特别细 然后累得很难受的鞋子 包包的话呢 我搭配了LOYE的这一支small hill 这个款式虽然不是特别新的 但是真的强烈推荐 像黑色的小包包啊 还有迷你包 我觉得可以选择的品牌和款式还是挺多的 但是像这种棕色的小包 如果是你换了一个牌子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的色差 那LOYE的这一支Hill呢 我觉得它在棕色的小包里面 算是比较好搭 然后最实用的一个颜色 不管是搭配浅色还是深色的单品都没有问题 下面这套穿搭呢 我觉得是比较标准的法式的穿搭 上衣是一个长袖 然后白色的罩衫 也是来自一个比较偏法风的品牌 风格的话呢 会有一些甜美和甜圆的感觉 它虽然是一个这种长袖的款式 但是因为它在袖口呢 是带松紧的 所以可以调节它的长部 腰部的位置会比较偏高 也是带弹性的 它的领口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方领的设计 然后可以这样子在前面打结 我觉得算是这件衣服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裤子还是搭配着这一条浅蓝色的牛仔短裤 像这种白色的衬衫或者是罩衫 然后搭配浅蓝色的牛仔短裤呢 算是法式穿搭里面比较标准的一种 鞋子的话呢 就搭配着这一双米白色的 泼根的云肤鞋 这双鞋它在上脚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突然间变温柔了 比较适合搭配碎花的连衣裙 如果是想要休闲一些的风格 就可以搭配这种小蓝色的牛仔裤 它的鞋面是翻布的 在脚踝呢 有膝带的设计 但是它的这个袋子很容易掉 所以在每次穿的时候呢 我都会直接绕几圈打结 不会像穿罗马鞋一样 一直绕到小腿 第六条穿搭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条格子裙 然后是这种五袖宽肩带的一个设计 面料真的特别特别舒服 手感也很柔软 裙板的话会稍微有一些A字裙的感觉 它穿在身上整体看起来的效果呢 会比较修身一些 所以重要的一点就是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 是比较淡饱和的一个薄荷绿 然后加棕色格纹的图案 像这条裙子它的配色 然后搭配搂依卫的这一只黑鸥呢 我觉得就很搭 鞋子还是搭配了刚才那一双破根的羽肤鞋 整套穿搭的风格我感觉就是日常 然后加了一点甜美的感觉 好 在第七套穿搭中呢 我选了一个亚麻材质的小外套 其实它也是这种短袖 然后blazer的一个款式 风格的话跟刚才那一套棕色的就很不一样 更偏休闲一些 它的颜色呢是这种亚麻米白色的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搭 如果你需要一个在下级出门比较方便穿的一个小外套的话 其实我还挺推荐这一件的 像我这里如果是临时有事出门的话 穿最近的频率就比较高 那下装呢我搭配了一条亚麻的格子裙 这条裙就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介绍过了 是紫色加棕色格纹图案的 比较温柔的一个配色 这两件单品搭配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就会比较显气质一些 好最后一套穿搭呢是比较帅气的一套穿搭 上面是一件渣染的T恤 今年上半年好像真的买了很多渣染的单品 那这一件呢是在电商大促的时候买的 因为之前也没有尝试过像这种粉色 然后灰色渣染的单品 但是这一件我觉得也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材质也是全棉的 非常舒服 裤子是Nanushka他们家这一条皮质的短裤 材质就不用说了 他们家素皮的单品质感都非常好 而且很柔软很轻盈 这条呢它是偏长款 然后比较宽松的一个款式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休闲和帅气 我最喜欢这条裤子的一个细节 是它的这个锁边呢 是用这种金色的缝合线做的 跟裤子的颜色对比 可以勾勒出裤子的一个轮廓 感觉看上去会比较利索 时髦度也比较高 这两件单品搭配在一起的话 看起来就会有一点温柔 又很酷的一个感觉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之后呢我也会保持周更的 这样的一个频率来更新视频 如果是对穿搭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去我的微博 每周都会有三到四套穿搭 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